如果你記得剛剛財政收入一人貢獻 三萬六千多塊對不對 但是支出花在台北市民身上 頻率一人十六萬五 那這個差額怎麼來的 中央政府補助來的對不對 中央政府補助來的嘛 那它是最低桃源縣的兩倍 離島地方 那本來財政支出就跟公共財有關係嘛 你這邊財政能力強 你當然可以蓋機率 可以提供很好的公共財 你可以徵收很多地去蓋公園 那你的財產價值就會高 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這個地方是向下地方 然後呢它沒有財政能力 連馬路都鋪得不平 甚至是有抖水路 只有可能居民還要自己鋪 那你這裡財產價值會有多高 可能就不一定嘛 所以這是一個循環的問題嘛 那我必須講 這個現在的地方財政狀況就是這樣 區域發展在施政門 其實跟清城有一些關係 因為我們財政權都被中央打走了 以前地方政府還有省的配合 先不要講台灣省房不好 重不重要 我是不是說 當初台灣省經濟的時候 我們把權跟錢都拿給中央 而不是下方給地方 我們的總管不一樣嘛 如果你下方給地方 可能地方有辦法 有自己的財政能力 自己去做地方發展 那地方發展現在的狀況就變成說 它必須靠你中央支持 那如果中央支持又中北清南的話 那有一些區域就發展不起來 你會發現說台灣落差越來越大 舉個例子 我以前在雲林的時候 就真的很多地方是缺少工具建設 你有看過路燈是用日光燈管的嗎 那現在地方到處濕對不對 那你有看過人行道是裝電梯的嗎 電梯裡面要口氣的嗎 台北市 台北市很多對不對 那是不是落差很大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那五都的格局就變成這樣 富的越富窮的越窮 這個是地方財政的狀況 那地方財政的狀況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是這樣 宜蘭、新竹、苗栗三個縣 舉债破表 已經比公債保的上限還好多 不可思議 為什麼會這樣 這幾年 被監察院糾正的時候 這個問題的爆發出來 等一下會講為什麼是這三個縣 而且你不注意看這部分哪邊的吧 不只劉政鴻對不對 那其他新北、台中、台南、高雄 深河當直轄市 那其實這個六都這個直轄市 已經出現了嘛 那這個六都是不是真的大個子 能夠分比較多的財政資源 或者說他們的財政狀況是不是真的很像好 這個是我等一下會講 我今天準備了整個縣的負債狀況 新北市 你們覺得新北市的債務狀況 財政狀況好不好 那台中好不好 台中應該相對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請問胡志強說他是六都裡面 債務最少的嗎 那我問你們 你們希望他負債很少 還是希望他捷運開口 負債多一點 我是覺得如果你是蓋過貌建設去 你家製可能是比較正向 比較正面的啦 然後台南、高雄 那其他有一些法案是沒有過的 像這個財化法 那申格當職業是其實他的財政的需求是擴張的 但是呢 因為財化還沒修法 所以他沒有多一些財運 所以大家覺得申格就好像沒有什麼差 假性申格 那其實這些市長也不是男生 所以沒有錢 所以中央政府你要補助我 那中央政府補助我 就跟市民講說 因為中央政府補助我 所以我沒辦法蓋結業 好像現在都是這樣嘛 那地方財政的狀況就是這樣 因為財政能量不夠 清省之後呢 修了財化法 但是呢 把省府要來財運 拿給中央政府 不是給地方政府 當然之後我只講一半啦 因為省府的債務誰吸收 中央政府吸收嗎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精神那一段 沒有啦 應該沒有 我是有一些些印象 因為我小時候在南國長大 那以前中央政府就是公務的人很多啊這樣 那後來精神之後 發現公務的人好像沒有減少太多 但是好像事情更少了一些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個狀況是這樣 2012年全國的稅付 一兆七千多億 那中央政府的收入呢 是一兆兩千多億 那百分之六十八是給中央 那地方呢分到28% 那這個六八比二十八 中央對地方比 這個還包括中央統籌分證 這個中央已經拿給地方了 如果你不考慮這個中央拿給地方的 統籌管之後是八比二 八正在中央兩層在地方 所以我們財化支付有一些垂直適合的狀況 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比較低 那多數的稅收集中在中央政府 如果你是中央政府的 如果你是行政店長 你要不要這樣 很多人選擇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有預算的分配權在手上 但是喔 比較聰明的 我覺得應該把制度講清楚 哪些是地方的財源 哪些是中央財源 那你地方政府要自己財政自我負責 你不要沒錢就來找我 就來要 這個反而是不好的制度 我們的分配制度出了一些問題 來看這個統籌款跟補助款 我們剛剛講說台北市的財政狀況不錯 對不對 他頭頭髮 349億 然後一百進付款 130億 也就是說 中央每年給台北市的錢 大概是480幾億 比其他限制都多很多 那你說台北市 因為他的 真空比較多 所以給他比較多的錢 可是這樣比一比的話 好像不太對 因為台北市算成人均之後 你可能是一萬八 中央政府給的錢是一萬八 那其他的地方好像有的比較少 高公司又比較少 當然有的像南投雲林是比台北市還要多 因為台北市本身就有錢 那中央一年給他的錢 當然可以比一般的限制少一點點 那像南投啊 雲林啊嘉義這個 本來錢就少 因為台東 本來省就少 所以中央給他的錢要多一點 這個有一些分配的道理在裡面 不過記得這個 統籌款的一般性補助款 這個是地方政府很重要的財源 那我們來看 拿了這些財源之後 你的自由財源的比例 可能就會下降了吧 因為我都必須靠中央給我的錢 自由財源還沒有 自由財源還包括統籌款在裡面 但是自從財源就扣掉統籌款的收入了 我們全國的自家市 縣市裡面自由財源比例大概59% 大多數的縣市自由財源比例比50%還低 所以沒有財政自主性啊 我都必須靠中央給我的錢來補助啊 來看一個例子就是 中央統籌款和補助款收入 佔領稅率的比例 全部的地方政府裡面大概佔59% 這是101年的資料 那台北市呢 自由財源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它依賴統籌款跟中央給的補助款的比例就比較低 4x1 這已經是全國裡面最好的專項了 那其他60之外的縣呢 對統籌款跟補助款的依賴就更高 7x2 我的稅率100塊裡面有7x2來自統籌款跟補助款 你們回去可不可以算一算自己的自由財源比重 什麼意思 你一個月假設有3萬塊的收入 多少錢是你的中央政府 也就是你的父母給你的 多少錢是自己爭取的 自己賺來的 我們今天就知道對父母的財政依賴程度吧 那地方政府也是啊 去算他統籌款補助款收入 就知道各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依賴程度 那我告訴你 就是6x5x5x5 那這樣怎麼會 有辦法財務獨立 是不是 那地方的財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支出結構非常的僵化 為什麼很多預算是沒辦法拿來做財源式預算 因為它就是每年開始編預算的時候 編完人事費就把錢都用完了 把自己真的稅全部拿來做人負的事費可能還不夠 很多縣大多數的縣是這樣子 人事費大概佔 你的稅數的一半 所以我一開始講 如果像剛剛GEV的方塊主的話 一半以上的財政資源在付 人事費 人事費相當可觀對不對 它有沒有辦法減少 沒有 而且人還在增加 五度不是升格嗎 因為它是指甲師 所以它原來變多了 因為它是指甲師 所以原來人事費 所以原來人事費不夠 要更高 所以原來的局處長 可能10支等 10支等 11支等 後來變13支等 所以它人事費又提高了 所以它的財政收入不足 很多人事費佔自由財源比例 就大概77% 你的自由財源 去付人事費之後 就大概所剩無幾 地方的財政狀況就這樣 我們要知道這個財政狀況 才有辦法知道說 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少財源 可以來做財源式預算 譬如說這個 五度嘛 那其他先是 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 差不多都四成以上 接近五成 那佔自由財源的比例 更高嘛 自由財源就是 稅入裡面 去扣掉中間的補助協助 那自首財源就是說 我除了扣掉補助跟協助 只有收入之外 我還扣掉同格管的收入 這大概比例就非常高了 所以人事費已經吃掉 各個政府的這麼多的比例 那各個地方政府 到底有多少錢 可以投入做財務建設 到底他們有多少預算 可以讓市民來參與 我想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來看地方政府的人事費 佔稅數跟自由財源的比重 佔稅數的比重大概四成多 四成七接近五成 佔自由財源的比例大概七成 這比例很固定 其實就是這個狀況 那比較慘的就是縣 市費佔稅數比例大概50% 佔自由財源的比例大概103 這是分子 這是分不大 分子比分不大 所以自由財源不夠富人事費 必須靠中央的統合款 這樣靠中央的補助協助收入來 靠中央補助才會不好富人事費 那地方政府的收入 他的決算收支之間是不夠的 所以有589億的赤字 全體地方政府 一年589億的赤字都還少 不少對不對 所以一年地方政府就要舉債500多億 那中央政府更多對不對 中央政府有時候赤字3000多億 有時候2000多億 少一點大概1700億 那這個一年就增加1700億的赤字 這赤字就變成負債 因為我收入不足嘛 不足支出嘛 那只好靠取債來指引他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你願意看的話 我們看一個新的 101年度 總共45891嘛 赤字最多的是這個 高手市 是200多億 再來就是台北 新北 赤字100多億 那這個赤字必須怎麼辦 就靠取債嘛 所以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 各地方政府的取債狀況 這是他的收支結構 那另外就是統頭館 分配是不夠的 北高占全部統頭館 我們說地方政府都靠統頭館 那統頭館裡面呢 北高刮翻在4乘3 然後23個線 那才分到39個線 揮個錶 看錶好了 直接看神